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 军 是军 那我 我明天就可以升堂了吗 瞧你这小心眼儿 当然可以了 我身为钦差 还能骗你 不过 我 我老觉得不太合适 我这县令 我这县令 怎么着 闲关太小啊 不不不不 公公啊 我觉得我跟铁生 我们俩就像亲兄弟一样 我把他的关做了 别人会笑话我 说我不讲义气 你管他呢 我告诉你 你这个县令呢 只是一个暂时过渡 过不了半个月 你就升官了 啊 半个月就升官 这 这也太快了吧 一枝梅落网 你亲自压解他进京 好好 多谢公公 多谢公公指点 开窍了 开窍了 一直没偷了贵妃娘娘的宝贝 连皇上都没面子 你这次破了岸 那皇上能不龙心大悦吗 对 对 娘娘乐 皇上更乐 我再在娘娘跟前一说 你就留在朝廷了 这就 这就留在朝廷了 那可不 我看哪 这刑部侍郎是跑不了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公公 谢谢公公 那万一我要抓不到这一支梅 拿不回夜明珠 那我这官 那我这 放心吧 我举见你为官 我能见死不救吗 对 对 公公 人脉宽广 肯定是有强而有力的后台啊 公公 您的后台是 还靠什么后台啊 靠我不就行了 就 您 怎么 您就不相信我的能耐吗 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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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陆彦卿 我向天借胆 我也不敢怀疑公公的能耐啊 这不就解了 公公啊 可是 这人海茫茫的 这一支梅 确实也不好找啊 急什么 我得到大内的绝密情报 这个一支梅啊 是以弹琴做掩护 就是那个 琴师 对 这行蝶声有影无助放了他 这回啊 活该你立大功 铁声可真神啊 果然是冲着一支梅来的 现在对当县令有信心了吧 陆彦卿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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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当侍郎都有信心了 公公 公公 叫大人 是 启禀 启禀公公 启 启禀大人 有个一支梅的 起来投案 萧老弟 这回可全看你的了 叩见公主殿下 起来 快起来吧 谢公主 谢公主 班主 案情重大 我必须带一支梅去赌方对质 这 公主开了金口 小人哪敢不从啊 可是 可是什么 他这一走 我们这戏就没法唱了 他是台柱啊 一支梅 你还要唱几场啊 今夜是最后一场 好吧 我就在这等你 唯 好 当下 于前 他就在这等你 一支梅 上这个人 是一支梅 不复乱 佩服 不佩服 大胆一直没 谁竟敢盗窃大内的叶明珠 该当何罪 陆师爷 叫陆大人 什么陆师爷 陆大人 我今天来到公堂主动自首 就是为了澄清自己的身份 本县接到内县密报 神头一枝梅 就是以秦师的身份作为掩护 陆大人 你可以到整个竹山县打听打听 我一枝梅 从以往至今只有一个身份 那当然了 要是不掩饰的天衣无缝 怎么夜人耳目啊 我劝你 早早地交出叶明珠 免受皮肉之苦 叶明珠 我迟早会交出来的 哎 没错吧 哼 我就知道你是神头一枝梅 赶快把夜明珠交出来 本官可以网开一面 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 那一切就仰仗大人 可是现在这夜明珠不在我手里啊 大胆 敢戏弄本官 不敢不敢 请大人稍安勿躁 你想 既是大盗 那必然有自己的同伙啊 说的也是啊 大盗 必然有同伙 说 同伙叫什么名字 宁香 快 快 快 背马 背马 这一枝梅居然叫宁香到戏园取夜明珠 这摆明了就是不给咱们面子 我认为宁香这么做一定自有他的道理 对 我是担心宁香的安全 宁香怎么就这么相信一枝梅呢 万一这是个陷阱那怎么办 大人 马来了 请上马 什么时候 马来 马来 走 快跟上 是 慢点 公主殿下 这珠子真的是贵妃娘娘遗失的 我真的不知道 你放心 只要你见到了一枝枚 证明是她给你的 你就会没事的 多谢公主 你今天晚上唱什么呢 贵妃醉酒 公主 我看你还是把珠子拿回去吧 我不敢要了 在查明真相之前 这个珠子还是你的 这 这是你的房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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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你别怕 这个夜明珠 还好好的在这儿呢 你不要打人 大人 不要大人 一斤 报案大人 摔伤了没有啊 我的帽子呢 帽子在这 我帽子呢 我 在这儿 有刺客 有刺客 对 就是他 把他给我抓起来 抓起来 大人 大人 冤枉 大人 他只是小贩 卖竹竿的 小贩 我看他一定是一只梅的同伙 埋伏在这儿 袭击我 用竹竿袭击你 对啊 这就是他们的缓冰之计 他在这儿拖住咱们 然后在戏园那边好下手 来人了 把他给我押回衙门 控审 对 冤枉 走 冤枉完 马呢 我的马呢 马 马已经跑了 大人 跑了 跑了好 跑了好 活速包围戏园 绝不能让一只梅跑了 跟上 大人 是 来 过来 官爷 你是干什么的 官爷 小的是赌方里的人 给我们主人送点东西 送东西 上头有力 这一只梅是钦犯 不准送 找人不是探望 只是送点东西给他吃 送东西吃 谁知道你这里边有没有下毒啊 不准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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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爷 官爷 这是小的一点意思 官爷 这 这 这怎么敢当呢 恭迎公主殿下 公主 我 起来吧 谢公主 带我去易志美的牢房 是 打开牢门 是 宁香 有人给你送吃的来了 我不饿 把那些饭菜 送给门口的几位拆官大哥吃吧 是 怎么样 宁香 进展的如何 马上包围起来 任何人不准出入室 大人 大人 这已经包围了 请你继续吩咐 好 敌人是狠毒地 一线地 狡猾地 所以我们不要慌张 不要打草惊蛇 不要莽撞 要果敢 要果断 知道吗 就像我一样 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慌张 鬼啊 大人 别怕 都是稀子 不是鬼啊 你们快进去 你们一定出师了 是 对 进 进去 冲进 冲进 vous 老公 了 这么多 年轻 大人 heraus 让夫人 是谁干的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一个唱戏的 杀他有什么意义 嫁祸 谁会跟我有这么大的仇啊 也许 是嫁祸给我的 不 不可能 一定是冲着我来的 你想想 我才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他们这么快地杀人灭口 真是太快 太邪门了 到底是谁干的 只有你才知道啊 我 走吧 别浪费时间了 不 我不能走 我走了 怎么向航警生交代啊 我待着 我们槟过去 慢慢走 我们在这儿 我寻找到 了 我叫你 走 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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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不能走 如果我走的话 那这三条人命就算到我的头上了 你如果不走 这三条人命你也得担着 可是是你告诉我的 你应该相信航铁生 上头有一位草包包大海压着 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 铁生身边还有一个凝乡公主 你别忘了 你身边还有个神秘杀手呢 他们既然是冲着我来的 那我就在这牢房里 等他 我一定会替你把那个神秘人物给找出来的 那 这个 把他交给铁生 你看 我说对了吧 半路埋伏那就是为了拖住我们 他们在这好下手就晚来了一步 哎呀 班主 死者当时跟谁在一起 只有凝乡公主啊 凝乡 他 他在哪儿 刚才发现尸首 一团混乱的时候 公主已经不见人影了 来人啊 赶快通知包公公 你叫他来做什么 这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他是钦差 他在 在这儿比较好啊 这里发生了命案 凝乡也卷进了他 包公公对凝乡一直怀恨在心 要是给他知道 不怕他借题发挥 又大做文章吧 哎呀 这 这案已经发了 这纸包不住火呀 那也等我们查清楚再请他来啊 再怎么说他也是钦差呀 这么大的事 官场的规矩你也知道 我这小小的县令 我担待不起啊 好 好 那你是县令 你做主 好 来人 还是请包公公来 大人有令 仔细搜查信源 是 仔细查 拿来 让我先看 公公小心 这标上有毒 奥弥陀佛 奥弥陀佛 好写呢 依我判断 这标有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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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 有毒 公公真是法眼如炬呀 五头 看看这标上有没有记号啊 回公公的话 这标上磕了一枝梅 又是一枝梅 这一枝梅在牢里呢 这 这会是谁呀 这戏班班主都说了 当时在后台那边只有宁香和死者两个人 可是宁香他不可能杀人啊 为了灭口 他只有杀死 戏子一枝梅 公公 你不能信口开河啊 对啊 这也没有人看见宁香杀人啊 哎呦 这笨呐 用角质头想也知道啊 那不是他还是谁啊 野明珠不见了 是拿走的 也 也许是凶手拿走的 那好 如果宁香公主她是无辜的 那她人在哪里呀 也许她去追查凶手了 对 她是追查凶手去了 那你就等着吧 你看她会不会来见你们 宁香一定会回来的 她会回来这里追查凶手 我不跟补兜讲话 只有县令才有资格跟我讲话 懂吗 懂吗 包公公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她不懂事儿 消消气 消消气 杭大人 你现在要跪的是陆大人 陆大人 有公公在此 先跪公公 秦禀公公 开手于枝梅的狱卒全被堵死了 毒死了 这怎么办呢 你是大人 你指挥 对 我是大人 我指挥 还有公公 这怎么办呢 我早就料到了 她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 她把咱们全部调到这边 她在那边 她好趁机劫狱 我第一天上任 我怎么就遇到这么多倒霉事儿 我可惨了 一枝梅呢 一枝梅呢 这还用问吗 人早跑了 你真笨 秦禀公公 一枝梅还在牢里没走 所有的人跟我回去 我先回去了 笨蛋 一群笨蛋 这 来人哪 快来帮我把他抬走 好厉害的毒 你干嘛这么盯着我看 人又不是我杀的 不是你杀的 那是谁杀的 他们是替我死的 替你死 谁这么笨哪 那些饭菜 本来是给我吃的 可是我没有吃 那些饭菜 是打哪儿送来的 赌方 赌方送给你的饭菜 你为什么不吃啊 我 因为你知道那里面有毒 如果说我下的毒 我早就逃走了 我干嘛非待在这儿等死啊 哼 你这一招瞒得过别人 瞒不过我 你这叫贼喊抓贼 你以为你留在这儿 我就不怀疑你了呀 叶明珠 我不走 我不走 就是为了要把这颗珠子交给航铁生 真的是你偷了叶明珠啊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大内丢失的那一颗 就是它 那好 就把它交给航铁生吧 你有这么好心 我想天下能够查出此案的 只有航铁生 叶明珠 真的是叶明珠 娘 铁生 娘 铁生 来 你看 叶明珠 这闲杂人等怎么还在这儿啊 谁是闲杂人等啊 请问你在衙门里担任什么公职啊 我 我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 你竟敢接近朝廷侵犯 我怎么不能啊 娘 我们走吧 哈铁生 你是捕头 上司没叫你走 你竟敢私自离去 陆大人 还有事吗 没事没事 走吧走吧 没事 独死这么多狱卒 多大的事啊 没事 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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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当捕头的能走吗 那你先别走了吧 娘 你快出去吧 爸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交给包公公呢 你能有什么东西啊 我要送你个礼物 想贿赂我 想贿赂我 门都没有 你不要啊 你别后悔啊 这东西可挺贵的 咱家是大内总管 我什么样的礼没收过 我还稀罕你送的礼啊 你们待会儿都听见了 他可不要啊 那我走了 你要是再不走 我叫人拿乱棍把你给撵出去 好好好 你也甭撵 我这就走 陆旋令 这衙门里的秩序 你得好好地给我整顿整顿 是是公公 公公 咱们可以审案了吧 什么 你一问 医师妹 你老实招来 本官可以从宽处理 好 招 我全招 你招什么呀 叶明珠啊 什么 叶明珠在你手上 是宁香公主 从戏班拿回来给我的 大人听到了 宁香公主可把叶明珠拿回来了 宁香公主可是好人嘛 我不管好人坏人 意思没 那叶明珠呢 我已经交了 你交给谁了 就是交给刚才那位大姐了 谁让你交给她了 她说她是女老头 我是犯人 我敢不交吗 岂有此理莫名其妙 康姐生 你娘竟敢冒充老头 私存赃物 该当何罪 公公此言差异 刚刚我娘说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您 您没忘吧 对啊 对啊 新一亚 要交的就是叶明珠 所以 是公公自己拒绝的 不能怪我娘 真不能怪 不能怪 真不能怪 这 行了公公 东西我也交了 没我什么事了吧 我可以走了 这是什么 你去哪 没你什么事了 独自这么多狱卒 能说没你什么事了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康姐生 你赶快去找你娘 把叶明珠给我要回来 遵命 兵 铁生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 铁生 李之梅他死了 就死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我太大意了 我也没想到为了一颗珠子 会闹出这么多人命来 铁生 这个案子 真的把我给搞糊涂了 不需要糊涂 其实 是有人想嫁祸李之梅 包公公这一路呢 是要将他活歹 可是现在又有另外一路人马 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这么说 你也认为易之梅是无辜的 正人君子 坦坦荡荡 有担当又有情有义 实在令人敬佩 我也问过易之梅 他这个人与世无争 从来没有与人结过月 怎么会有人想杀他呢 假如说 有一个神秘的宝藏 只有一把钥匙可以打开它 立之所趋 各路人马势必会你真我毒 抢得头破血流 那这一支梅 就形成那把钥匙 是 我们只要好好掌握它 那些幕后的人 必定会一技不成 再生一技 直到藏不住的献出原形为止 当务之急 我们就是要探出另外一匹人马的底 这下毒的酒在哪儿来 咱们就从哪儿着手 不 铁商 你不要去 让我去吧 你曾经超过那个赌方 他们都认得你 不管你怎么乔装易容 都不如我这个生命孔啊 这是我分内的事啊 你犯内的事 就是我犯内的事啊 你犯内的事啊 你犯下 那赌方 你就别去了吧 怎么了 我也说不上来 我 我就是年中很好的预感 是不是就像那个琴弦断了 哗然凋谢了 都是不好的预兆 对不对 我是认真的 我真的不希望你再发生任何意外 那种活生生被拆散 追心刺骨的疼痛滋味 我不能冒这个险 我不能让你有任何的意外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如果分离是那种 痛不欲生的感觉 那么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感受呢 所以你放心 我一定会小心地保护好我自己 珍惜我们的感情 我绝对不会冒险的 可是 别再可是了 你的处境已经够为难的了 那个包公公 百般的刁难撤走你 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我怎么也做不到啊 哼 那个包公公 又何尝给过你好颜色了 她不是也拼命地往你头上扣罪名吗 她是芙蓉公主的人 她本来就不愿意啊 凭空又冒出一个公主来跟她争宠 加上上一回 被我当成水扣 整了一顿 又打了她二十大百 这个仇啊 越解越深了 哼 真是难为你了 其实 你根本不在乎争名夺利这一套吧 你还不是一样 要不然 怎么会从一个县令 变成一个捕头了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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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公主啊 也能点成名捕头 那就好了 哼 哼 哒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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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公 干什么呀 公公 这困扰航铁生 他跑哪去了 公公 他办案去了 办案 他不在 你给我要回叶明珠 我 我要不回来 他 他不是你干娘吗 你给我进去 公公 他已经睡了 睡了 这灯还亮着呢 这灯还亮着呢 这回是真睡了 走吧 回去吧 睡了 也把他给我挖起来 你去敲门 敲门 谁啊 吵死人了 馨姨 是我 你是谁 都什么时候了 就是我亲儿子也别想来吵我 把我惹火了 我把叶明珠磨成珍珠粉 别磨 千万别磨 别吵了 别吵啊 不 公公 听我的 敲 别敲 别敲 咱们不急 不急 不就一颗珠子吗 咱们明天再来 走 不行 敲 敲 不行 千万别吵了 你别吵了 快走 快走 走 走 公公 皇上传旨召见我 请公公带我通报一下 万岁爷还在太后那儿呢 传下话了 请相公到御书房伤后 多谢公公 相爷 你呢 为臣 叩见娘娘 相爷请起 谢娘娘 皇上一会儿就要来了 我正愁不知道该给他什么书看 相爷不吝赐教的话 请稍指点指点 娘娘过千了 我会打电话 你无论 还不堌 踩唱我 没有 那么 当哪 пока 怎么 还 està 发生 你 已经 让我亲自送来 王爷 竟然会去挖粉 我知道 他一定是知道 一定是知道了 所以他才会一下子鼓擒 一下子挡暗的 天知道 他接下来还会怎么样 他就是存心想要折握我 就像冒玩耗子似的 隆 physics 娘娘 来 您看这本书 写得十分优美 你要镇定点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要我怎么镇定啊 你对我说 他现在把我给你惊慌失措 崩溃时代 漏出破绽 他若真的掌握了什么 为什么还按针不动 尽做些试探人的举动 这就说明 他心里根本没有底 至于他去挖坟 就算是尸体还没有腐化 也一定是面目全非 根本就辨认不出什么 你只说对了一半 他有底 他都已经猜到了 他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证据 而现在留下的唯一证据 就是一支美 我告诉你 我已经看过了包大海的奏章 一支美已经落网了 这是支弹 啊 我还不说 能让他要挖坏了 你还不说 我还是要捅 我自己能谅划 我说你一定会帮我的 王亮驾到 王亮 一个西瓜切成两半 一半给你 你一半给他 自己什么都没了 气死我了 真是武功干事女中英雄 马屁乱拍 又想请我帮你办什么事吧 大妹子 我听一只没说 有颗珠子给您了 我就知道有事 冲着珠子来的 大妹子 她从第一天见到你 我就喜欢你 你一个太监 喜欢我有屁用 怎么没用 我在皇上身边可是红人 大妹子 那夜明珠呢 怎么了 哪个是夜明珠 是啊 哎呀 我以为是普通的珠子呢 我就拿到当铺给当了 亏大了 好吗 有啊 不是 有啊 是 头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